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 我是刘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韭菜馅饼好吃的做法 不泡皮,不露馅,皮薄馅多,鲜香味美 一起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吧 准备3克面粉 加入3克食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然后再用230毫升的温水搅拌火面 按照这个比例活出的面是比较柔软的 用筷子搅拌成这样的面团 先不要揉面 盖上盖子,饧面10分钟 接下来再准备一下馅料 取一个小碗,打入3克鸡蛋 然后打散 起锅烧油 油热把鸡蛋液倒进来 用筷子快速的搅散 这样很快就把鸡蛋搅成鸡蛋碎了 炒好之后盛出放凉备用 10分钟后再次搅面 把面搅匀 搅匀后再淋上10克食用油 下手揉成面团 经过10分钟的饧至 这个面很容易就能够揉匀 而且不粘手,非常的有韧性 特别的柔软 揉匀走光滑后 盖上盖子,饧面20分钟 这时候再把洗净的韭菜切碎 根部的地方切去不要 切好后收入盆中 然后再加入食用油 搅拌均匀 油能够形成一种油膜 防止韭菜出水 再倒入放凉的鸡蛋 现在再调下味 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的白糖提鲜 少许的鸡精提味 然后再淋上香油 再把汤面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后馅料就做好了 先放一旁备用 闻着就特别的香 这时候面已经饧好了 把它直接移到面板上 饧过的面延展性特别的好 看一下 不用揉了 揉过的面容易起筋 变得不好操作 直接整理成长条 下成小剂子 拿出一个小剂子 整理成圆形 揉好后盖上保鲜膜 防止干皮 然后取出最早的一个 面板上抹些油 然后用手把它推成薄饼 推成四周薄中间厚的饼 像这样的饼 然后放上馅料 馅料要多放一下 用勺子按压一下 然后像包包子一样 然后像包包子一样 把它包起来 收口处捏紧实 扭一下 像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后 垫饼趁热 不用刷油 放上生坯 用手轻轻地按压一下 不要按泡皮了 然后盖上盖子 烙一分钟 一分钟后打开盖子 再给它刷上油 然后再翻个面 翻面后再给它刷上油 盖上盖子再烙一分钟 一分钟后再打开盖子 然后再给它翻个面 这时候就不要盖盖了 饼已经鼓起了 然后再烙一分钟 给它焦换一下位置 让它受热均匀 烙至饼两面金黄 像这样鼓鼓的 饼就熟透了 看一下翻面 表示金黄金黄的 出锅 这样韭菜虾饼就做好了 皮薄蟹多 柔软劲道 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